花蓮一直拓宽道路 台东想建设花东快速道路不允许 南回进度也是一直延期 副医长陈鸿忠表示 难道中央都漠视台东人民的声音吗 希望县府能为台东继续尽力争取 台九线拓宽工程 你看看花蓮他们梳花改的进度 已经做的已经都一直在赶进度 我们南回公路坐坐停停 现在本来是新的楼两线道 旧的楼维持两线道一来一往 旧的楼变得现在我们不放心 下期台东是一个交通瓶子 下期台东是没人要来的地方 你花蓮所有的地方也好 你看花蓮他们的台九线 已经做到永利来了 台东要停留到一百八年 再要再重新 是不是下期所有的楼梯来到台东就解决了 不定不定 那花蓮的道路 它都一直在盖新的 台九线一直在扩关 台东县每次来开这个检讨会 市西来开检讨会 就是一直延档 本来一百零六年 我们台九线就要扩关了嘛 对不对 年底要完成 年底就要完成了嘛 你看现在 咬咬不起 是台东人比较没有声音 还是台东人讲的话 没有人要相信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 为我们台东出于把力 其实是 我会解释说台东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呢 台九线扩关 要双边进行 台东往北做 花蓮往南做 双边进行 那时候都讲得非常好了 到后来 真的 让台东百姓很失望 就是花蓮一直做 建委一直贴就一直做 一直做 台东就是停了 市西再来 再来这道路评估一下 现在算了 道路要征收一下 一百零八年 也不知道会不会好 所以你看 全台湾省 只要台东的公路 最落叉 在这最落叉 我議員真的没做 我们要去国家中文政府 没人要听 政府是立委而已 議員没做 所以在这里 我利用这个组织 和管政拜托 我们台东 公路很重要 真的公路对我们很重要 好吗 好 县府说要重宽 重塑 重检的检视农损申报 官山报了一千公顷土地 却只过了一半 只因为农粮所勘察 盗勒病 怀疑是农民照顾不全问题 陈副议长批骂 雨下不停 是要怎么喷药 也是因为下雨 才会有这样的前因后果 希望县府多听农民想 要为民众 距离力争 为什麽跪五百公斤 他说农粮署 我们的台东厂常常去看不跪 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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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 因为 这农粮处长 以外 刚做红炭的时候 我们去看 看不出来 对不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不出来 结果下雨下雨 那几天 他这 要开去 又没什么开 没什么开 没什么开的时候 这个地方 他也我们去看 都会高头 跟地上一样 都会高头 不过 他里面 没米 没米 你这个 中央单位 去看的时候 时间点 对不对 有没有 确实在那个时间点 那个时间点去看这个农粹 对不对 老卫处长你讲 这个时间点去看这个災顺的时间点对不对 因为你 漏后后马上看不出来 所以时间越久越看不出来 所以 刚才你说的就是 因为够这三天 所以够差不多八成到九成的登记 登记的量是够出来的 烘胎都做了 漏后漏太久 该开灰没人灰 对不对 这个时间去看漏顺 这切成都要再漂亮漂亮 这要怎么做 这要怎么做 农粹 农粹把这个一千公顷 降到五百公顷 通过来五百公顷 就是第一个 去看的时间点 过来 那个农粹 是不是说 倒壳 倒壁 倒壁 还有白壁 他说是 漏后漏后 你没水去噴流了 没水去噴流了 所以你从我顾不起 这也没报道 骗笑的 漏后漏太久 过来又继续漏后 你是要怎么去治療 这道科兵 他的影响 他的发生 是不是因为漏后来 是不是有这个前例后果 哪有说 这个白的 不可以補充 这事 你做策略 应该你就要去 这就要去 去植树 县长黄建廷表示 会再帮忙农民做生父 民众对启动焚化炉的安全 余虑问题重重 陈副义长希望县府能多与民众沟通 并要求黄县长在任期内解决这件事 若要维修焚化炉 必定得升等 用最高规格配备 陈副议长要求建设处 列出全线的大型集聚名单 也关心得高水墩修缮 和元宵节的办理等问题 以上是台东县议会 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 副议长陈鸿宗总咨询 文件内容载咬报导 由律宣整理